早安囉 早安 這位台北 你怎麼在這裡 聽說今天是來找林道猴子 我們今天是林道彌猴 林道彌猴 對 林道彌猴 可是我們今天呢 我們準備起作弊車 看到這位人兄就知道怎麼樣 一定沒有好事發生 太久沒讓你受苦了 太久沒有讓我受苦了 但是我們還是很貼心的幫你準備那個 對 叫做 北極豹電車 北極豹電車 作弊中的作弊車 作弊中的作弊車 讓你痛苦大概可以減到六成 電動越野車 我今天騎的車呢 北極豹 AKA 諾夫救星 作弊生車 我相信你今天應該是不會吃到香蕉的 我相信你今天應該是不會吃到香蕉的 喔不行了 我要吃香蕉 而且它還是用作弊中的作弊胎喔 超級抓地力的那個輪胎 IRC軟胎嘛對不對 來捏一下給大家看 它跟什麼 它跟什麼一樣 橡皮擦一樣 橡皮擦一樣 據說里程呢騎100公里就沒了 今天呢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呢 我們就是要騎這台這個 北極豹 現在我們就先來卸個車 哥哥 其實我前幾天去他的店裡面換輪胎 我就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那時候其實要借我的那台電動車 已經在他的店裡面 這一次我騎的這個北極豹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塗裝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台是黑豹的 所以想當然一定不可能是我 你可以把它牽出來了 既然我們的師傅呢騎的是黑豹 那我們騎什麼 哈囉Kitty 台地貓 適合你耶 我怎麼確定我今天是還被羞辱的 就是今天即將陪伴我的北極豹 那因為它是哈囉Kitty 塗裝呢 我就簡稱它為北極豹了 電動的越野車 而且它是它的設計非常的親民 不用離合器 不用離合器 不用搭檔 外觀上看起來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它沒有後煞 它因為它有後煞在這邊 騎起來就跟你在騎樹可達一樣 我已經墮落到這個地步了 它大概多重啊 這個這個將近80公斤啦 80 對 但是它實重就是乾重 都一樣 因為它不會不用加油 對阿 它的電就是這樣按一下就好了 對阿 它有3 就1跟2 3 1就是一般的動力 對 然後2就是 其實算很強 3就是 跟人家車拚的時候 要車拚的時候 要衝的時候 真的要比賽的時候才開 這很快喔 對這個很快 一般林道 今天林道基本上喔 1你應該就可以玩走 沒想到我這麼厲害 這算是一個聲讚吧 不是啦 我這不是一個聲讚 1就夠你玩的了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對 電動車就是有一個好處呢 它是有倒車檔的喔 對 所以你按這個R 你吹 它是倒車 哇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我們要過一個坑 或者是過一個 大顆鵝卵石 過不去 然後再可以用倒車這樣 對 而且現在的那個電車的電控 對 做得很好 以前電動車它剛出來是這樣子喔 就直接衝出去 對 然後現在可以非常這樣子 很柔有沒有 就是慢慢的出去 電動的怎樣 騎起來就是沒有聲音 低調 低調 很適合我 環保 很適合我 電動車呢有個特別之處 什麼特別之處 你今天的喘息聲會特別明顯 騎電動車正在我的呼吸身邊 很大聲耶 好丟臉喔 以前都可以用排氣管來彌補的 因為它沒有聲音 因為它沒有聲音 所以我在 我躲很大聲 定速40 所以150公里 150公里 行到你 我覺得你今天可以把它騎 騎20%就很厲害了 它非常的看不起我 哈哈哈哈 它的充電孔長這樣 就是從這邊 從這邊插電然後充電的 然後整台車真的非常的輕 我現在用一隻手呢 就可以這樣把它翻來翻去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主題 林道老猴 林道老狗 我們帶了香蕉 等一下呢 倒車的呢就要喊 我要吃蕉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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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香蕉好不好 而且為了考驗你的技術呢 對 我們會把它綁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就是綁在車頭啦 不管它最後變成什麼樣子 你都得吃它 對 就算如果你倒下去的話 把它碾爛了 或者是怎樣的話 只要你需要被抬車 你就是要把它吃掉 所以這不禁讓我有點擔心 其實我還蠻怕遲到落塞的 不會了不會了 不會了 對這台呢也是我們哈很久的 哈很久的車 你那時候也是跟我講說 作弊車 反正現在只要有什麼作弊的 它就會跟我講 哈哈哈哈 200cc 然後重量這麼輕 所以大家應該可想而知 它騎起來應該有多暴力 所以今天珍珍呢 讓珍珍享受離合器的感覺 哈哈 我騎速可達 珍珍騎擋車 等一下 就讓我們進去這個泥道裡面 給它試乘一下 決戰的時刻即將到來 哈哈 我們今天弄一圈完整的喔 霧線我們到裡面再來接受 哈哈哈哈 看到在說 講再多理論 都比不上直接實踐是吧 還沒錯 好 你會緊張嗎 哈哈哈哈 死定了 可是你今天有作弊車 不用擔心 醬膠應該會很爛 真的還假的 哈哈哈哈 他在那邊 他一直撞啊 哈哈哈哈 看到這位久違的豪豬兄 應該就知道 今天又是一趟健身的旅程啦 我們在一早6點 從台中出發 一路騎著省道 來到了苗栗三義的兵工廠 而今天 我們要騎的這條靈道 在今年曾經由TORA 台灣粵騎士協會 在這邊舉辦靈道的應耐力賽 所以今天我們要騎的路線 據說就是上一次的比賽路線 而TORA 台灣粵騎士協會 則是會不定期舉辦各種有趣的賽事 賽事的地點也分別在台灣各地 從桃園到苗栗 再到台中等 像是最近在11月 同樣也有一場 三義兵工廠的領道耐力賽 所以如果車友們對粵騎士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協會的資訊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而至於11月的比賽 就看我們今天騎完這條靈道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去參加小baby組啦 這條靈道我也是第一次來 而起點 水泥鋪裝路面 只持續了不到3秒鐘 開始了開始了開始了 一開始 碎石路面 而今天最不一樣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車 從原本的阿福 變成了這台北極喵 首先要很感謝借我北極喵的車友 也很抱歉 把你的車摔了幾下 而這剛跨上車騎不到一分鐘的時候 我馬上就很明顯的感覺到 這台車真的非常的有力 扭力飽滿 油門根本不用補的很大 只要突然多給他一點油門 整台就快要從我的胯下噴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扭力飽滿 但是他的油門反應 算是還蠻線性的啦 輕輕的吹 他還是會乖乖的 順順的 慢慢出去 進入林道之後 馬上我們就迎來了第一段石頭火鍋 而其實在豪豬兄約我今天騎車之前 因為最近 真的已經很久沒有去騎林道了啊 而我覺得以這一次的這種路況 如果是像我這種已經接近三個月 沒有騎土路的人 突然又要給他騎下去 應該是會搞得很累 所以上個禮拜 小弟發奮圖強 每天下午 都自己一個人 騎著我的阿福 去大渡山噴一下土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這剛進石頭火鍋的這一段路 身體算是蠻適應這種路面的啦 果然 越野就是一個人 不斷去精進各種技巧的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 雖然不會馬上見效 甚至用一輩子的時間練習 你都還是有可能會倒車摔車 就像豪豬兄跟我說的 關鍵還是要多騎啊 把各種騎乘技巧 化為自己的子彈 遇到需要克服的地形的時候 就用力的給他打出去 這樣就對了 而我的子彈 很明顯的 不是我讓他飛了很多火還沒到 就是卡彈了 甚至有時候我都還會覺得 我應該是連槍都還不會拿吧 這一路是個緩上坡 最近的雨下的真的很多啊 從畫面上看起來應該不難發現 這黃土 早就變成了黏土 後輪滑動的頻率很高 只要騎到沒有石頭的路面上 基本上就會滑一下 算是蠻有樂趣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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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那個喔 俗稱的牛油坡 就這裡喔? 看起來沒什麼,但是很光滑 可是電池應該蠻輕鬆的 我先上,你再來喔 我等一下就要摔了 不會啦 真的假的 所以慢慢的就好 這個牛油坡看過去你感覺好像很簡單 的確,路面上什麼障礙物都沒有 不過實際騎上去 真的就像是騎在牛油上面一樣 在這裡最容易發生的事情就是 後輪在坡中打滑 慘了,開始了 開始了嗎? 開始了 有一點點速度 然後車會動就好 除了後輪打滑空轉之外 在我衝到一半 當下知道動力不夠的時候 按煞車想停下來的時候 這前後煞車 有就跟沒有是一樣的 就算我已經使出吃奶的力氣想停下來了 結果還是一路從坡中 給它慢慢的往下滑 而很幸好的是 北極喵的座高 超低 就算失去平衡了 我也可以很有安全感的 把車子給它穩住 在這裡弄了大概三四次 可能是因為才第一次騎電動車 要面對這種路面 那種感覺就是 要吹到車子剛好可以動 但是又不能在地面上打滑 對它油門的反應 還在習慣當中啦 最後我發現 我好像可以偷吃步 那就是把腳放下來 邊踩著地面邊往上走 雖然這姿勢看上去很沒有鬥志的感覺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我很沒志氣 相信我 志氣要付出的代價一定會更大 這應該也算是第一次跟豪竹兄騎車 唯一一個沒有卡關沒有倒車 不需要幫忙的坡了 北極喵 好車好車 我要吃香蕉 我要吃香蕉 先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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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洗我再牽起來 哇好厲害喔 我怎麼覺得它比我還要厲害 我起初被側還騎了兩次 以往我們去騎的零道 大部分都是那種高速零道啦 這次也是真正第一次騎進這種 Single Track的零道 路況相比以前 當然也算是差了不少 不過我覺得 以我這樣在旁邊看真真騎 好像真的比我有天分很多耶 不過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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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真的 所以呢 一路用滑的 給他滑下去 小心 等一下喔 你不要教我 好 我這時候要挖苦 你後面有四五個頂部 喔是喔 好 喔喔 而在這段路 我覺得最難的不是下坡 也不是這已經噴了我全身的泥土 而是這一根 又一根的倒木 小根的倒木倒是還好 吹個油門 很簡單的 就可以過去了 但是我的問題就在這大根的 好像只要他的高度 接近半個輪胎高 我就一定會卡關 在這邊卡關卡了接近五分鐘 不過即使這樣 我還是堅持不吃香蕉 就是要自己高 我這樣要怎麼過啊 因為我的前輪轉不正 然後 下滬板A到木頭了 這個喔 這個 他已經A到就是 死定了 站在木頭上 站在木頭上 人站起來 這個站高一點 有點像猴子咧 對對對 快震了快震了 好 可以站得遠喔 就拉起來都脆 有一點油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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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累了 很累了 感覺來了嗎 開始了 那個感覺來了 有一點 不要再後退 不要再後退 他又陷到那個 好 那我要換電池 為什麼你要換電池了 因為他沒電啊 怎麼那麼快 因為我是拍那個5K的啊 你拍5K 對啊 你知道我拍幾K嗎 你拍幾K 我每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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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木之後 接下來迎接我們的 則是更多的倒木 過那邊 後輪過這邊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展現這個車 倒退的功能了 你先按住一秒 然後再吹油 哈哈 就可以再補一遍 又可以再一次 真真你教他一下啦 唉唷 唉唷 其中這一整段中 讓我最有印象的 就是接下來這個倒木 加樹根 加爛泥 加石頭 加上坡 的路段 一開始看到真真騎不過去 我還很給老的 想要英雄救美 結果沒想到 來唷 我們來看一下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到底能不能救成功 差一點 你有多一點 我有Feel耶 什麼Feel 叫上去的Feel 你等下看著那邊 然後稍微 再大一點 不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沒力了 你要說什麼 我 我 我要吃香蕉 其實當下我不是沒力了 而是突然想到 不對 我還是先好好保存一下我的體力好了 畢竟 後面還有Hello Kitty 在等著我把他騎上去 而且請豪豬兄來幫我們帶騎 還可以從他的後面 偷偷學一下技巧 一舉兩得啦 看他騎完 我本來還想說小小偷計一下 看能不能從左邊繞過去 結果沒想到後輪還是掉到了坑裡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現場只剩下我的嬌喘 以及這輪胎接觸地面上爛泥的聲音 哇哦哦哦哦哦哦 從1個點 我要選你幹那樣 哈哈 整台墜落 在這裡處理了快五分鐘了 後輪就是過不去 所以最後 我還是選擇了講出那一句話 噢!不行了!我要吃香蕉! 膏膜太大 尾巴噴到我眼睛裡面了 你有怎樣? 在這裡累積香蕉 乙根 把車噴出去之後 我也算是很壯烈 同時狼狽的 度過了這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它的障礙 沒有停下來休息 我們接著繼續出發 加上剛剛經過的 這一路上 大概有六到七根 體積偏大的島墓 剩下的 基本上我們都很順利的通過了 再到休息點前的最後一段路 則是這個陡下 直接從畫面看過去 尼根感覺不太出來很陡 但是換個角度 從底下 往真正的方向看過去 我覺得還是蠻陡的啦 甚至同行的夥伴 還玩起了滑水道 對我來說 我覺得北極喵這座高 在面對下坡的時候 安全感真的是蠻大 尤其是我這種55身 雙腳可以很扎實的踩在地板上 在我感覺車身即將失去平衡的時候 只要輕輕 而且優雅的把腳放下來 就可以繼續維持平衡 基本上很難倒車啦 謝謝 謝謝 你就是靠這樣子 然後把別人的護工敲爆嘛 然後就要再換一個新的 把他敲爆 這樣就換一個新的 對以前也要修了 對以前也要修了 弄亂 敲不回來 剛剛雖然有夠大力 哎呀我的香蕉 看來應該是爛的 而就在經過了這場下坡之後 在這裡發生了一件 我覺得有點小恐怖 同時也可以拿來當借鏡的事情 在騎乘林道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偶爾會遇到野生動物 像是山豬啦 藍腹賢 山腔 這已經算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了 不過今天 我們遇到的野生動物 則是更普遍的一個存在 蜘蛛 就在我們一路往下的時候 突然間真真停了下來 原來是因為被蜘蛛網蒙住了整個臉 不過當下沒有看到蜘蛛的蹤跡 沒想到當我們回到家看素材的時候 就看到了有一點恐怖的畫面 那就是在那時候碰到蜘蛛網之前 蜘蛛網上有一隻 超大隻的蜘蛛 然後在真正碰到了蜘蛛網之後 他還整隻爬到安全帽上面 隔著畫面看 連我自己 都會起雞皮疙瘩的那一種 所以啦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在近林道前 身上最好還是要穿上全身的護具 安全帽在騎乘的時候 絕對不要拿下來 今天很幸好的是 這隻蜘蛛 沒有直接往安全帽裡面爬 只是很緊張的想趕快離開安全帽 才讓真真沒有看到 不然我覺得如果真真看到的話 一定是會嚇到有數隻恐慌症啦 同時也很幸好的這隻蜘蛛 沒有劍小等身上去 矛起來就一頓亂咬 不然變成了蜘蛛人士小 有毒的話 打野雞就大條啊 真的蠻危險的啦 當然也不只安全帽啦 車靴 機械腳 貼身的護具 也盡量要準備齊全 這樣才能騎得安全 玩得開心 摔得盡興 而就在遇到了蜘蛛之後 我們的車靴馬上就發揮了作用了 很多路邊看起來是平地的地形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通常都是以身試險了之後才知道 哇咧 半個身體高 如果掉下去了 這時候就必須等同伴來了 所以臨到騎乘 同伴也是很重要的 而一直以來 其實我也很感謝豪豬兄 以及這一群曾經幫我扶車 抬車 甚至是帶騎的零到車友啦 我相信今天這段路對他們來說 可能不到十分鐘就可以騎完了 但是他們卻陪我們在這邊 搞了超過一億個小時 真的很有耐心啊 感謝你們的付出 辛苦你們了 不會 我想 因耐力 其中那個耐的含義 除了耐力賽的意思 還有耐心吧 到土地公了 土地公 我現在身體就騎成這樣了 現在來到土地公 休息一下 這騎了超過一個多小時 我們也來到了這一個 他們口中的土地公廟 打算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吃香蕉 還一下債 希望我的香蕉 還是完好無缺的啦 這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們這個土地公廟這邊 我們就是來比的是 看誰的香蕉比較完整 那目測呢 嗯 我覺得 誰比較會騎 來大聲的說出來 路 特 欸都以前爛了欸 爛了欸 你看我的還是完好無缺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沒有投機好嗎 好餓喔 看不下去了 我們還沒嘴對嘴呢 我跟你說 我們要跟你說 我也沒有 說說而已 你認真幹嘛 你幹嘛認真 太噁了 林道迷猴呢 吃香蕉 防什麼 防抽筋 因為騎到快抽筋 有完有感覺你快抽筋嗎 還好 我到現在我覺得我的體力呢 還有七成 對真的 欸剛好我們騎了 騎一半了 那應該可以騎得完 應該沒問題 我應該騎 我們騎一半了嗎 我們一半了 我們大概在十分鐘出發 好 在十分鐘 我想吃午餐啊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這邊是三億啊 如果你有來三億的話呢 來騎我們騎這個月車的話 可以盡量到附近的店家 就是消費餐廳啊 買個水果啊 然後還有幹嘛 來最常來的 吃吃飯買水果 還有買什麼 吃完飯之後 我最喜歡去吃吃冰 好吃冰 好 所以這都是我們等一下吃冰 對 香蕉餅 我們要去吃冰啊 第二根香蕉把它刻掉 來這這給你 猴王 猴王 沒想到你也有這一天 停車 停車齁 因為這就是這樣停的 你們都停錯了好不好 我終於看到你摔了 對不起我笑了 我跟你說 可是這台車快要比你高耶 怎麼可能會比我高 我剛剛那是錯誤示範 錯誤示範 這一次一定很帥 有喔 血齒成功 他真的 他真的快要跟他一樣刮 哈哈哈哈哈哈 這邊休息的時候 還可以欣賞旁邊鐵道上 來往的火車 瞬間有一種忙裡偷閒的感覺 在這邊看完火車 吃完兩根香蕉之後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 繼續出發了 好啦休息完啦 準備 繼續出發 聽說現在接下來的路 會變得比較難一點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選手坡 從早上起到現在 直到目前的感覺 還算蠻OK的 而接下來等待著我們的 則是這個選手坡 這個選手坡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每個階段 就是一條長長的斗上 路面上布滿了大顆 又會滾動的石頭 算是大碗的石頭火鍋啦 而這第一階段 我覺得算是三個階段裡面 難度最低的一段 這個就是三個階段 至於零五個階段 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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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完 第一段 從坡底 我一路英勇地衝到坡中 直到被樹枝擋住了才停下來 菜雞如我 從來沒想到可以在林道裡面抄別人的車 懦夫救星 果然不是叫假的 我決定 把這裡的樹移開 這樣我的作弊神車就可以上去了 從畫面上看到我還可以下車 很悠哉的把樹移開 就知道我目前的體力相比以前真的是狀況好很多 不過一定不是因為我有練的關係 而是北極喵真的是一台好車 把樹移開之後我也準備了接著繼續衝了 不敢自信 我居然可以騎到這裡 接著 我既然不用吃香蕉 就可以自己騎到第一階段的坡頂了 我已經把我的車騎在坡頂了 它沒有說很陡 它偏緩 可是沿途呢 就是我手掌大概這樣 然後它大概就是這麼大 然後變滿整路 那因為我今天騎的車呢 北極鮑 AKA 諾夫救星 所以呢 輕輕鬆鬆就可以上來了 可是如果這個是騎UP的話 我絕對是摔得很慘 摔爆哪一種 所以我覺得 車子對我來說 今天騎北極鮑來這邊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然後現在呢 我準備走下去 幫珍珍 把特納賽搞上來 GOGO 車頭跟後輪要在你要去的地方的一直線 後退 往前帶 往前瞪一下 這是美女喔 我們這兩位 展翼代駕服務好不好 好 可是它騎到哪裡啊 停車那邊 OK 停車 太遠了 太扯了吧 好猛喔 那條路就是他們去開出來的 真的嗎 無裝生有喔 原本是沒有的 我們的阿國際通 國際通 在第一階段的鋪頂稍做休息之後 接下來我也準備進入了第二階段 相比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距離 體感上我覺得更長一些 路幅也更加狹窄 甚至路中 還會有我最怕的倒墓 也因為剛剛在第一階段消耗了一點體力 所以這一段騎起來 我的手開始感覺到了一點點的痠 不過還在可以負荷的範圍內 不過還在可以負荷的範圍內 還在可以負荷的範圍內 而在這邊還遇到了同樣是阿福的車友 下路相逢嘛 當然是聊個天 再繼續出發 你看 哈囉 騎150來真的太屌了 不是你教的嗎 蛤 不是你教騎150的嗎 不行 我不行 我在這邊我只能騎諾夫救星 我以為你還在入坑那個南飛耶 喔沒有沒有已經回來很久了 我以為你入坑了 讚 我第二次騎阿 對 快掛了 超累 我第一次騎 加油加油 加油 喔 抱歉抱歉 簡單的跟這位車友聊天過後 起步的時候還不小心撞了他一下 而我覺得 這個選手坡 以我今天騎北極喵來挑戰 整體而言是沒有什麼難度啦 對我來說 唯一的問題 就是體力 在我到了接近第二階段坡頂的時候 體力可以說是呈指數型的下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剛剛從坡前那個平台出發的時候 還生龍火虎的 結果騎了不到5分鐘 手 突然痠了起來 現場又再度指生下我的交喘 因為手開始痠了 所以接下來碰到大顆的石頭 就會不得不停下來想要調整好姿勢 然後 然後就很難重新起步 接著一路惡性循環 最後這個第二階段 我騎了將近5分鐘 才把他騎完 想當然的 這一次就不像第一階段了 騎完直接不想要往回走 所以直接原地躺下 他休息了起來 站著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我去著色都沒那麼慘 對 我覺得主要是你 去撞到那個肋骨啦 這兩位女子已經不行了 他們準備等一下要先去吃冰 我們這裡呢 從剛才的石頭路上來之後啊 我們有分天堂跟地獄 這一條呢 是通往天堂的路 這一條呢 是通往地獄的路 我不錄地獄 誰錄地獄 所以我等一下要走地獄的 你們呢 夢裡見 夢裡見 還是先在這邊睡一下 我們騎完再從那邊亂 等一下請豪豬那個開車上來載你 哇 我剛才到我那一台應該蠻厲害的 好的我要去吃冰 好 敗下服務 吃冰 沿著這一條大條都不要彎 順著一直騎就出去了 現在準備要繼續 我要吃香蕉 淋到彌虎GOGO 我去囉 拜拜 我要獨自踏上我冒險的真誠了 原本我以為第三階段 跟剛剛前兩個階段的路況 是差不多一樣的 不過來到了這個左彎之後 才發現 完全不一樣 又抖 又滑 看到這樣的路況 注定等等一定是會卡關的啦 看了前面這一位前輩騎過去之後 我也大致上挑好了路線 打算走最左邊的土堆 然後希望不要掉下去溝裡 在這邊前後移動了大概三分鐘 把車頭對準了之後 我也準備衝了 對 硬耐力嘛 就跟前熱透這件事情一樣 當你下定決心要去做的時候 都會覺得事情的走向一定就是心理想的那樣 然後越弄越興奮 接著做下去了之後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時間 都跟你想的 完全不是同一個方向 沒有一次上 蛤? 沒有一次上 在這裡兩邊土堆那個滑的程度 到現在還是讓我印象深刻 雙腳沒辦法穩穩的踩在上面 而這個坡需要一口氣衝完 中間停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宣告失敗了啦 所以就這樣 在這邊高了超過30分鐘 最後 還是上不去 呃... 再一次 再一次 我這一天 你的斜扣掉了 斜扣... 喔 好 謝謝 你的聲音有點比較快啊 對不對 在這邊嘗試了最後一次 我的手已經酸到抓不住車把了 所以為了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 最後我選擇了吃香蕉 由我們專業的帶騎手 幫我們把車 給他弄上去 選手坡 嚴格來說 我只有完成前面兩個階段 第三階段 算是失敗了沒衝成功啦 在剛剛那邊弄了不知道多久 接下來 同樣又是跟剛剛很像的障礙 我要吃香蕉了 最後這個坡 可以說是完全把我僅存的體力 消耗殆盡了 雙手 從原本的酸 變成感覺好像要燒起來了一樣 車把也早就抓不住了 車把也早就抓不住了 要捏一隻 捏一隻 要捏一隻 我有完整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裡的規則 我們要嚴格遵守 我有完整的啦 你講完整的你是想炫耀是不是 好像嬰兒喔 嬰兒吃那個流子那個 等一下我幫你拍照 在林道啊 如果你是小輩子等級的話 沒有變的 你吃的香蕉呢 也會是流子的 哇 我感覺它像榴槤耶 美味嘛 其實味道是有的 可是口感很差 而看到這裡 我不知道你的心理是怎麼想的 不過我的朋友 曾經在看了我們去騎硬耐力的影片之後 給我的回饋就是 啊騎車又騎車 幹嘛要搞的這樣 人不像人 車不像車的 而我給他的回答就是 像我們這種騎車 就是為了要去看風景的騎士 來騎這種地方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只是想要讓自己 可以變得更強一點 更熟悉越野的飛撲撞路段 雖然每次跟豪豬兄出來 都騎得很狼狽 還要一直吃肉肉 喝水水 嗑嬌嬌 風景就更不用說了 精力全部放在牽車上面 到現在 勉強算是完整騎完的 也只有那條大概3公里的暗黑林道 雖然那一次 還是吃了幾次肉肉 但是每次在騎完之後 下一次再和珍珍進入普通的林道之後 我們都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 在那些簡單的越野路段 甚至一些障礙的路段 真的是騎得很輕鬆 沒有壓力 所以其實我也不怕我現在騎得很爛啦 或者是一直倒車 甚至等等可能還要把整團的香蕉 全部給他吃光 因為我知道這些倒車的過程 可以讓我以更好更舒服的狀態 去騎其他林道 然後看到更多 平時看不到的風景 所以我覺得林道應耐力 是每一位熱愛冒險的騎士 有機會 一定要去玩玩看的一個運動啦 最後在出了這個森林小禁之後 雙手實在是沒辦法再附和等等的路況了 當下我真的很想要把這條林道騎完 不過我不知道等等的路況會長什麼樣子 下一次再來挑戰 好 沒力了 超想要騎完的 可是我真的沒力了 我怕他會太危險 怕我搬下去 這麼倒 好,那下次 下S的喔 對 其實我原本還抱有一點愧疚感的 真的滑啦 在這裡真的很難啦 是,真的很難嘛 而且還沒騎完 沒有人騎完過嘛 騎不完 所以這是正常的 對,正常的 我們騎成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鼻子有變長嗎 沒有 你講的是實話 所以這一次 只好騎到這裡 算是隱恨啦 體力 真的要好好再訓練一下了 好啦,那當然的 相信 聽到電車 大家 目前現階段 對於台灣的電車呢 抱有最大一個疑慮 是什麼 就是他的續航 今天依照小弟這樣騎 騎到現在真的已經虛脫了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有抱持了這個懷疑啊 就是 要不會騎一下就沒電 然後困在領到裡面出不來 可是我覺得北極豹這台車呢 沒有啊 是我油門太 應該也不是我油門 就是真的很順 因為你看像豪竹那麼會騎的 他說他今天從80%開始騎 然後騎到剛出來的時候是65% 也只少了15% 而且他還就是在那個裡面刷來刷去 跑來跑去的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太屌了 所以續航的部分呢 大家安全可以不用擔心 我覺得以今天這樣騎乘下來 北極喵這台車真的是一台非常棒的車 很有力 同時車重和坐高 極度親民 沒有離合器 可以更專注在路況上面 也不會熄火 就算是新手 騎人起來也能馬上感受到 滿滿的成就感 再來到兵工廠騎乘的這一天 其實當下我一直就在講說 如果今天是騎阿福的話 雖然會有志氣的很多啦 但是我可能連選手破的第一段 都會起不完 接著就把整團的香蕉全部吃完 然後就差不多可以打包收一收回家了 換句話說 就是去林道吃香蕉的啦 所以如果對北極喵有興趣的朋友們 不妨可以去豪豬兄的店裡面試跨 試玩看看 我也會把豪豬兄店裡的資訊 同樣的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現在買北極喵 只要跟他報上魯特的名字 不會被打 反而 還會送你護工喔 真的是很好騎的一台車 雖然呢 我還是怎麼樣 隱恨 沒有把它騎完 真的非常可惜 那 現在呢 接下來我們的行程 就準備要去吃冰了 Go Go 最後在結束了這次的運動之後 我拖著抖動的雙手 到Seven 牽行門市旁邊的冰店 邊吃著冰 邊認真的反省 我自己到底為什麼會騎不完 看來11月 台灣越野騎士協會的耐力賽 一定要來雪池了 一定要來雪池了 我今天騎的車呢 北極報 AKA 諾夫救星 不必勝車 不必勝車 我相信你今天應該是不會吃到香蕉的 我相信你今天應該是不會吃到香蕉的 完整沒有爛的 魯特這個 你這個真的太炫耀了 可是我非常感謝 因為我現在需要補充熱量 感謝你 好 謝謝 還賺到兩根完整的香蕉 很讚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 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